一部古裝劇紅頂商人胡雪岩 讓華人瞭解了胡雪岩的傳奇一生 他為左宗棠籌辦軍饗 辦理洋務 無論創建福建傳政局還是訂購外國軍火 都有他的身影 胡雪岩縱橫商界和官場 叱咤風雲 要財有財 要權有權 被視為晚清一大藝術 中國人常說 窮不到百年 富不過三代 胡雪岩在爾利之年發達昌盛 而在花甲之年潦倒敗亡 命運給他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如果一定要以超能力說話 這個被視為大清首富的胡雪岩 在張碧市吳炳劍面前 卻也只能甘拜下風 說到這 觀眾朋友可能要問了 大清首富難道不是胡雪岩 怎麼又冒出了兩個 要說大清的富航排行榜啊 也是風水輪流轉 時代不同了 排行榜自然也要刷新的 在這個合集中 我們將帶您瞭解大清史上 兩位華人首富的傳奇人生 200年前的大清這一天呢 一位面帶愁弱的美國商人呢 來到了廣州珠江邊的一所豪宅中做客 眼前的這座豪宅堪比是紅樓夢中的大官員 只見一位身材精瘦 而目光窘窘的一位中年男子呢 站在了門迎接 親切的問道 我的朋友啊 你離家這麼久了 為什麼還不回去呢 這商人呢 苦笑一聲 哎 上次找您舍賬買了一船的茶葉 打算運回美國 等掙了錢呢 是連本代息的還給您 可沒想到在太平洋上傳沉了 這一船的貨物都打了水票了 我是想盡辦法苦苦掙扎 欠您的72000億元呢 還是還不上 怎麼能回國呢 主人呢 點了點頭 轉過身呢 讓賬房先生找來了借據 對商人笑了笑 你是我的第一好老友 是一個最誠實的人 只不過不走運 說著呢 就把這借據撕碎 好了 您之前欠我的款項啊 今天是一筆勾銷 我祝您是一路順風 要知道 這72000元在當時可是一筆巨款 那麼這位豪酷又慷慨的中國人是誰呢 2001年的新千年之交 美國華爾街日報評選出 過去100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 其中有6位中國人入選 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 胡必烈 劉錦 和珅 吳炳劍和宋子文 其中吳炳劍是唯一一個不以權勢而做到附和敌國的商人 他就是咱們今天開頭故事中提到的那個慷慨的中國人 雖然吳炳劍這個名字現在很想有人知道 但是放早200年前 他可是被一些西方學者 認為是天下第一大富翁的人 不但在中國坐擁著大量的房地產 茶山 店鋪和巨款 還在美國投資鐵路 股票和保險業務 美國鐵路大王約翰福布斯都是他的義子 他的商名 浩冠是19世紀前期國際商界中一個響亮的名字 以至於美國的第一艘風番快速商船 還以冠上浩冠號的名稱而引以為傲 吳炳劍是怎樣的一個人 為什麼能在200年前能成為失業的首富 並且受到外商們如此敬重呢 在18至19世紀的大清 提起廣州十三行沒有人不知道他的輝煌 而吳炳劍是十三行最後的一位航商首領 吳炳劍的祖上只是普通的福建茶農 他的世界首富之路既是自父輩就努力的結果 也是與當時清政府實行的閉關索國政策密不可分 既是一個時代的見證 又是200年前廣州商行風貌的縮影 讓我們眼前一亮的是 那個時候的中國商人給世界帶去的不是廉價商品 而是昂貴的名牌 不是作假 而是細膩 17世紀後期 西方航海者不畏艱險 不遠萬里的紛紛來到了中國通商 開明的康熙帝呢 在1685年下令廢除了自明朝以來呢 為打擊倭寇等海上防入的需要 而實行了300多年的禁海令 在上海 寧波 漳州 廣州 設立了四個海關 可是到了乾隆22年呢 出於防止西方文化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擊 維護大清統治等著多因素的需要 乾隆皇帝呢一聲令下把這些個通商口岸呢 給關掉了 僅開放廣州一處 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 大清進入了鎖國時期 在其他外貿港口被關閉的同時呢 廣州卻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不過當時的大廳朝廷啊 對外商有著嚴格的限定 他們被圈定在離廣州城西南角 約200馬遠的河邊13行區域 允許在那裡啊 租用包括有辦公室 倉庫 宿舍和管設 周圍呢 還有這麼幾條狹窄的街道 但他們無權進入廣州城 無權進監政府官員 不准隨意的外出游覽啊 街道兩頭呢 都有堅固的大門 只一到晚上就會被鎖上 而外國商船上的普通泉員呢 對不起啊 您呢就只能在碼頭附近待著吧 去13行區遊玩一下呢 偶爾是一兩天呢也是可以 至於漂洋過海帶來的貨物呢 那也是絕對不允許他們自己販賣的 怎麼賣呢 就只能由13行的航商代理 這13行的航商呢 全力和大了去了啊 不僅全權負責賣貨 而且是代收關稅 管束外商啊 傳達政令 這一切的外交事業呢 也都由他們出頭 因此這外商呢 也常犧牲他們為教父 那這13行的航商 到底是什麼來頭呢 其實啊 他們是由朝廷公開招募的 民間實力雄厚又誠信可信的商家 因為這官辦的商行啊 效率低下又有諸多的舞弊 致使呢 外商是怨聲載道 而民間商人的價格合理 有著良好的商業信用 因此呢 朝廷開始是由民間商人 只要呢 符合條件啊 交納一筆不菲的費用啊 就能夠極深13行之列 這13行的數量啊 並不一直都是13家 這只是一個統稱 這個欠在難逢的機會啊 使他們開啟了一段 輝煌的商業歷史 作為13行行上的代表人物 竹鼻健走上世界首富之路呢 是從他的父親伍國營開始的 伍家呢 祖基福建 據說伍國營年少的時候啊 在炎熱的廣州街頭啊 賣過甘蔗 這一天 當時13行的行手 同文行的老闆呢 潘振成 在街上買甘蔗的時候呢 聽出了香音 於是啊 建議這個福建小老鄉呢 到自己的商部做事 這五國營呢 就在同文行里啊 一直做到帳房先生 並因呢 算帳速度準確 應變能力強 和誠實守信呢 而深受外賞的歡迎 潛龍49年 當羽翼豐滿 時機成熟之際啊 這五國營在 東印度公司的扶持之下呢 創辦了一和行 繼而成為13行中的一員 1801年 32歲的吳秉健呢 接手一和行 開始了長達40餘年的經商記錄 其用了短短的5年時間 就和當時獨領風騷的同文行呢 並駕齐驅 吳秉健英文流利啊 為人是溫和慷慨 與父親一樣啊 計算能力強啊 講求信義 據說任何時候啊 都能夠心算出自己 存放在英國商行號中的 期票利息是多少啊 分毫不差 這英商啊 稱他為航商中最精明的人 而美商呢 則把他看作是最可靠的人 他對美國商人呢 似乎特別的友好 吳秉健的朋友 美國商人亨特 寫的《廣州翻轨路》中 講過這樣的一件故事 一次啊 一條美國商船 載著大量的水銀而來 這船長呢 把貨物委託給老朋友 浩冠的儀和航銷售 可是這當時水銀的價格 跌得厲害啊 船長無奈 表明了就按照市場價出售吧 可就這樣 水呢 還是無人問金 嚴看著交易季節快結束了 這個時候呢 有消息趁紐約茶價上漲 這個時候 要能夠帶著一船茶葉回去 有大力可圖 這船長啊 也是乾著急 嚴守一船水呢 是乾賣賣不掉 可就算賣出去了 這個錢呢 也不夠買一整船的茶葉的 他急的是團團轉 最後啊 只能是儘快割肉啊 甭管什麼價格 能買多少是多少 貨款揮龍啊 立即購買茶葉 這是啊 浩冠說話了 老朋友啊 你先把這茶葉呢 裝滿回程啊 不必煩惱是貨款的事情 我給你貸款 你可以下一次呢 付款給我 哎呀 這可是雪中送炭啊 船長那個感激就沒法說了啊 一切都安排妥當了 茶葉開始裝船 結果呢 裝到一半的時候 發生了這麼一件事 浩冠通知船長說啊 由於北方各省商人呢 突然急需大量水銀 是價格上漲了 而他呢 就幫船長啊 按照新的價格 出清了這批貨物 當時啊 這位船長乘風破浪 滿載而歸時啊 這浩冠在他心中的形象 真可是無比的高大 做生意做到這個份上啊 哎 誰能不信來呢 浩冠是美名遠撥 成了當時在美國知名度最高的中國人 即便儀和航的費用啊 比其他商行呢 要高這麼一些 這外商仍舊照他代理 在外商看來啊 吳秉健呢 充滿了人格魅力 亨特說他 在城市和博外方面啊 享有無可指責的聖命 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商業夥伴 一和航啊 這是金子招牌 外商呢 不僅信賴他 還信賴他的品牌 一和航主營茶葉 這五家販賣的五一茶啊 質量是世界最好的 這五一茶從福建到達廣州呢 要經歷山路陸魯於水陸 茶性淫 容易沾染其他氣味 要保重質量呢 這茶香啊 就只能有沒有味道的風物製作 而這呢 只是諸多保障茶葉質量的技術中的一種 吳秉健的全部商業秘密呢 無人知曉 我們知道的是啊 在歐洲茶葉包裝上有一和航的標誌呢 就被鑑定為啊 最好的茶葉 這一和航的茶葉最貴 但被英國商人和美國商人優先搶購 吳秉健還把投資呢 延伸到了海外 這在當時啊 無疑是一個創局 1829年 16歲的美國人 約翰穆瑞福布斯呢 被中國做生意的舅舅 帶到了廣州 吳秉健看出他有卓越的商業天賦 非常的喜歡 任他做了義子 親自調教 過了幾年 24歲的福布斯 聽說美國開始形建鐵路 敏銳地嗅覺到其中的商機 於是呢 準備回國創業 好官呢 一下子拿出了50萬的英元 交給他做啟動資金 福布斯果然不負信任 一舉成為了橫跨北美大陸的 最大鐵路承建商 已讓五家在這次投資中啊 賺得是盆滿钵滿 吳秉健一股做起 又投資了美國的矿產 房產 鋼鐵石油等產業 使他的海外投資生涯 也達到了頂峰 吳秉健呢 還是一位慈善家 1834年 一位美國教會醫師呢 想在廣州啊 開設一家醫院 向吳秉健的租房 當詢問租金時啊 吳秉健說不需要租金 我甘願幫你 如果需要修繕呢 可以告訴我的經紀人 貿易特權 加上行商們的苦心經營啊 在這近百年的時間當中 13行給清政府 帶來了滾滾的財源 大清一年的關稅收入的40%呢 來自13行提供的外貿關稅 這13行啊 被稱之為天子難庫 當時啊 就其興盛程度呢 明末清出著名詩人 屈大軍描述道 陽床征出十官商 十字門開 外向二揚 5484廣斷好 銀錢堆滿 13行 亨特在他的廣州翻軌路中說 浩官究竟有多少錢呢 是大家常常辯論的題目 1834年 有一次呢 這浩官對他的各種田產 房屋 店鋪 銀炮 及運往英美的貨物等財產呢 估計了一下 大約是2600萬墨西哥銀元 而在當時啊 這美國最富有的人資產呢 也不過是700萬銀元 當代美國歷史學家 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 以及歷史學家弗蘭克塞納羅 也曾經說過 到1834年 5號關不僅是航商最重要的成員 而且可能是那個時候世界上的首富 然而啊 在這些繁榮的背後啊 13行的航商也背負著巨大的壓力 航商啊 一方面要對外貿易 另一方面呢 還要處理好與清政府外商的關係 被夹在中間是兩面受器 而吳秉健呢 在航商首領的位置上啊 在夹縫中 打說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啊 實屬不宜 然而最終啊 武漿呢 仍舊沒有逃出沒落的命運 鴉片戰爭的爆發呢 是13行走向沒落的開始 當時的航商啊 雖然有壟斷外貿的特缺 也有巨大的風險 他們要對一切外商的不法行為啊 負責 這外商走私鴉片一旦查實呢 為其擔保的航商啊 連同整個13行都承擔責任 或被罰款呢 或被流放 因此啊 儘管呢 鴉片走私啊 可以獲取牟利 13行航商嘛 卻都避之不及 東印的公司 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 沒有壹位廣州航商啊 是與鴉片有關 他們無論用什麼方式 都不願意做這件事 但最終啊 他們還是不得不背鍋 儘管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呢 盡力的斡旋 在爆發後呢 拿出大量的錢財呢 支付戰爭賠款 13行的航商啊 還是沒能保住他們的揮火 鴉片戰爭啊 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廣州外貿呢優勢不散 古希之年身心俱疲的吴炳劍呢 已經看透了市局 所以想到了移民美國 吴炳劍寫信給了一位美國朋友 羅伯特福布斯 信中表示 如果我現在是青年呢 我將認真的考慮乘船往美國 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半年之後呢 一代世界首富吴炳劍 在內憂外患中啊 是刻然嘗試 終年74歲 廣州13行的輝煌呢 也遂去終結 逐漸消失在歷史深處 1898年的新加坡 有一天 一位西裝革履的德國人 走進了一所豪宅 像豪宅的主人 一位武士開外面目慰言的華人 匯報說 船票已經買了 只是 只是什麼 德國人略顯不安 只是 這家德國輪船公司有規定 頭凍艙不賣給華人 所以只能給您買了桶艙票 說著把船票遞了過去 男子勃然大怒 接過船票撕了個粉碎 畢生說道 以後我的輪船 凡德國人一律不賣票 不久 這位華人男子創辦的 遠洋公司的輪船 就跑在與這家德國公司 相同的航線上了 而且輪船的規格式 是也和德國公司的 完全相同 只是票價減半 德國公司傳可羅雀 立刻慫了 直理道歉 取消了歧視華人的規定 這個男子是誰呢 竟然用這麼大手筆的方式 來解決問題 他就是晚清華人首富張振勳 自帝氏 您可能會覺得這個名字很陌生啊 那麼提起張玉葡萄酒 您可能就不陌生了 而他就是張玉葡萄酒的創始人 咦 晚清首富不是胡雪岩嗎 其實胡雪岩資產最多的時候 有三千多萬兩的白銀 而張碧氏竟然有八千萬兩 比當時清國國庫七千萬兩的年收入 還多一千萬兩呢 紅頂商人胡雪岩是二品頂帶 張碧氏是一品頂帶 見慈禧太后是不用跪帶的 胡雪岩下場淒涼 而這位大佬離世關舊回鄉的時候 沿途荷蘭英國都降半旗之哀 那麼這位大佬到底是個什麼來歷呢 追溯到張碧氏的少年時代 他不過是廣東潮州府 一個叫大步的貧困山區的放牛娃 他的父親張蘭軒倒是中個秀才 在鄉村做私塾先生 相傳他曾撿到一個裝滿了銀子的包裹 在原地等候了許久 直到物歸原主 還堅決不收仇謝 有人就問他了 哎 當時也沒人知道 你怎麼就不拿了包裹走人呢 張蘭軒說 雖然沒人知道 但是天知 地知 鬼知 神知 我自己知 有這樣的一個父親 雖然佳貧 張碧氏只讀了三年書就輟學了 但他是有底蘊的 18歲的時候 因為家鄉連年發生重災 生活困頓 他辭別家人下南陽某省 來到了今天印尼首都雅加達 那個時候屬於荷蘭殖民地 叫巴達維亞 簡稱巴城 猛然來到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艱難的是可想而知 他挖礦 割橡礁 幫庸 做著最低等的苦力活 直到後來成為一家雜貨鋪的夥計 才總算安定下來了 他勤快精明 又城市可靠 有一天 雜貨店收到了 有人從歐洲托船員送來的一個箱子 上面寫著張碧釋手 但是他不認識寄件人的名字 認為是有人和自己同名弄錯了 一年多也沒打開箱子 老闆可都看在眼裡了 把店裡的財物全都交給他管理 有一次老闆出遠門 他認真地打理店鋪 積攒下5萬多的荷蘭頓 有人勸他 捐款逃走吧 換個地方就可以當老闆了 張碧釋不為所動 等到老闆回來把錢如樹上酒 這樣的夥計那就是個寶啊 老闆乾脆把女兒嫁給了他 老闆病逝以後 小夫妻繼承了家業 店鋪生意蒸蒸日上 看到當時芭城的外國人很多 普遍愛喝酒 張碧釋就開設了酒吧 有一天 一個年輕的荷蘭軍官推門進來 火雞們一看 不好了 麻煩來了 原來這是個叫做拉霞的常客 愛喝酒又愛喝醉 只是他喝醉了就不給錢了 每每進門的時候人模狗樣的 出門的時候就瘋瘋癲癲 幾個火雞看他進門了 不由互相使了一個眼色 打算這次直接把他轟出去了事 正要感人呢 卻被一腳踏進門來的張碧釋攔住了 說 此人氣度不凡啊 乃酒鬧事 可能有難言的苦衷 不必想得要錢了 一粒相待就好 於是拉霞就收到了伙計們春風般的溫暖 他很是詫異 探問究竟 得知真相的拉霞有多感動 咱就不知道了 只是若干年之後 他再次來到酒吧的時候 便用春天般的溫暖來回報 而那個時候 他已經是芭城的總督了 當初的善緣結出了善果 有了拉霞的鼎力支持 不久張碧釋成為當地荷蘭駐軍的物資供應商 這在南洋的發展一下子就駛入了快車道 30多年間 他開公司 辦銀行 採礦 建房 還組建了一個遍及海內外的龐大藥材批發網絡 經營範圍涉及印尼 馬來西亞 許多重要的行業 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 僅他的一處橡膠園 乘坐馬車直線行走 4個小時才能出源 而這樣的橡膠園 他有8個 每個故宮外遇人 當時的大清內憂外患 國庫空虛 治國無策 而資產富可敵國 事業如日中天的張碧市 懷揣實業救國之心 多次婉言拒絕英國荷蘭署的殖民當局 對他的封關刺絕 抱著武身為華人 當效力於中華民族的赤子之心 享用自己的財富效力於中華民族 1893年的一天 清政府新的朱英公使 龔兆苑 途經新加坡時 與52歲的張碧市進行了一次深談 龔兆苑問他 你有什麼本事從白手起家 做到富可敵國的? 他說 效法 理克 白歸 戰國的理克致力於開發土地資源 白歸喜歡根據開發的土地資源情況 觀察市場行情 人氣我取 人取我語 這都是由史記或著列傳上學的 雖然張碧市只讀了三年書就錯了學 但是這三年 他不僅學會了十字算帳 更關鍵的是 父親給他講解的這本書 對他的一生影響深遠 學習經商的人很多 但是有誰能做到他的一半呢? 龔兆苑感嘆說 君非商界中人 乃天下奇才啊? 現在中國貧弱 何歸就祖國乎? 張碧市立刻答道 武懷此至久矣 1893年 清廷任命張碧市為冰狼魚首任領事 不久又升任為新加坡總領事 之後 李鴻章保健他成為籌備中的 中國通商銀行董事 又研聘為總經理 繼而為以約翰鐵路總辦的重任 他由宏圖大志上奏朝廷提出商戰策略 描繪出一幅十頁星邦的宏偉藍圖 並且身體力行 把大量的財富投資在中國 除了創建第一家現代葡萄酒廠 還有第一家拖拉機廠 第一家商業銀行 第一家人壽保險公司 第一家農肯公司等等 並且 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 帶動了一波南洋華僑回國興辦實業的風潮 中國第一條民營鐵路朝善鐵路 就是張碧市的同鄉兼下屬 同為南洋巨富的張隆軒 張耀軒兄弟 在他的勸說之下修建的 除了投資之外 他又為震災 海房 辦學等事 多次捐出巨資 張碧市受到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多次接見 賞投品頂帶 特許面聖時免貴特權 當慈禧問他 為什麼能在南洋取得巨大成功 年過六十的張碧市 韓磊說 為了謀生 都是不得已呀 此時的張碧市 與那個曾為找口飯吃背井離鄉的少年 已經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但是他始終記得那個窮山溝裡走出的自己 並沒有因為成功而飄飄然 張碧市攜財富和能力而來 受到大清朝廷的重用 但是他並沒有被權利和榮耀砸暈 他的目標是實業救國 在他的心目中 國家的概念指的是 祖先留下的土地 生生世世積奠下來的文化 和生活在那裡的同胞 而不是某一個朝代和政權 這一點他看得很清楚 那個時候 延續近300年的大清已經是腐敗無能走向末路 1911年 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 經營鐵路的商人一夜之間血本無歸 張碧市轉而支持孫中山 贊助他大量活動經費 1912年1月1日 中華民國在南京宣告成立 張碧市先後任總統府顧問 立法會議員 參政院參政 全國商會聯合會會長 南洋宣服時等職 1915年4月上旬 為了慶祝巴拿馬運河的開通 美國在舊金山舉辦盛大的 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 全球31個國家的20多萬件展品在這裡展出 參觀博覽會的人數達到1800多萬人 其中中國張玉酿酒公司選送的 可亞白蘭蒂 紅玫瑰紅葡萄酒 雷斯令白葡萄酒 瓊瑤江衛美斯4款酒 擊敗了眾多歐洲老牌名酒 一舉多的頭等金牌獎章 創造出道即巔峰的奇蹟 被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會刊河就金山報稱為最不可思議之事 當時中國貧窮落後 在備受外國人歧視的背景下 張玉葡萄酒的奪魁在國際舞台上給中國帶來了 自1840年以來從未有過的榮光 當時張碧士作為領隊 帶領由中國工商界撬除組成的代表團赴美 團秘書則是著名學者和教育家黃岩培 一時之間 張碧士成為美國報刊雜誌的風雲人物 《芝加哥日報》和《紐約時報》稱他為 中國的洛克菲勒和中國的摩根 美國歷史雜誌把他的照片作為封面 他成為第一個登上美國雜誌封面的中國企業家 其中一篇報導中寫道 1915年5月 中華油美食業團對美國的訪問 將載入我們的政治史冊和商業史冊 74歲的張碧士帶團對美國進行了2個月的參觀考察 遊歷了27個城市 108個相關單位 美國外交部 商部 工部等部門派員全程陪同 還受到美國總統威爾遜朋友般的親切接待 這次訪問 張碧士與美國實業界達成了 合辦中美銀行和中美輪船公司的合作協議 在華僑宴會上 他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 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 唐人是了不起的 只要發奮圖強 後來居上 祖家的產品都要成為世界名牌 可是這名牌誕生的背後 有一段多麼艱難的故事 只有當事人自己體會最深 有作者在回顧中國葡萄酒工業化發展歷程的文章中寫道 中國人的第一瓶葡萄酒 跨越了兩個朝代 耗死了一位釀酒師 類似一位總經理 當1892年張碧士在山東煙台創辦張玉釀酒公司的時候 是把他當成了一項能為國興利 為民劫財的大事業來做的 為了釀出上等美酒 張碧士砸了300萬兩白銀 現後從美國家引進了124個品種約120萬株的葡萄苗 3億西方釀酒師 引進各種先進的生產設備 歷經20多年 張碧士的侄子張玉第一任總經理張澄清 因基勞成績死於任上 從巴拿馬博覽會歸國之後 1916年張碧士為了籌措中美銀行資金 不顧年邁 前往南洋四處奔波接洽 終於基勞成績 於當年9月在印尼巴城病逝 享年76歲 臨終留下一言 要死葬家鄉 據張世嘉藏記載 頂舊自芭城過檳榔雨 即由新加坡至香港 應和殖民政府接下半期致哀 香港英都及香港大學監督均親民致計 沿途民眾紛紛擺設陸計 孫中山特派代表到臨前競獻花圈 萬聯寫道 美酒榮獲金獎 飄香萬國 外傑贏得人心 流芳千古